歡迎來到李府 歡迎來到李府 沒錯,是我老公成你的 現在很明顯就是我和我老公的愛炒 在我身邊這個帥仔 就是負責設計我整間屋的 Kelvin的Interior Designer 大家好,我是Kelvin 雖然整間屋的感覺 都是我想要的 我的普通人就是選擇自己喜歡的 但在專業的名詞上 這些是甚麼概念 這次美甲的家屋 用了很多自然的東西 而且都在城市 這次的概念就是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 木色、淺、比較淡的感覺 原料方面我們也用了很多自然的 還有一些科技上的東西 混合的 而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就是我喜歡溫暖的 喜歡回到你家的感覺 這個顏色其實也是我自己喜歡的 真的 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其實這個顏色的組別 雖然是我自己喜歡 但其實也是他選的 他有跟我說好像那些 衣服的東西 應該選出色一點 到其他的東西 那Cabin就覺得應該選擇 深色一點 比例我們看到有 有Cushion 有不同的Curtain 有不同的Curtain 顏色 那譬如撞上一些顏色 把家裡的輪圈 和廳的輪圈 呈現出來 我們現在不如去廚房看看 好 來到這個位置 一定要重點介紹 因為是我們女人的天地 所以整間屋 我最佔心的 就是在這個位置 雖然我已經傳達了 作為客人的我 一些意願 譬如這張桌 我要這樣 或者是這樣的 顏色 但是真的要靠你們 所以我們才能夠把整個廚房 甚至飯廳 看得比較大 當然Cabin就用了 鏡子 這件事 這次美人要做女人 這個廚房的天下 所以我們把廚房加大了 我們除了 把原有的簡單格局 別安裝了之後 我們把飯廳 和乾廚房二合一 所以把飯桌延續了 便可以看到現在的飯桌的格局 而且為了把空間呈現得更大 我們用了很多茶色的鏡 而且把廁所都移植了 沒錯 所以會造成了 今次看上去比較闊大的 乾燥最棒 將外面桌和桌子 薄在一起 就可以省位了 另外我自己很喜歡的 就是這個 是這個雙型的風扇仔 對 它可以解決了 我們廚房都會遇到的問題 通常廚房很少人 會按空間或風扇 有這個 我們叫做 飛機螺旋掌營的 防命SD的風扇 它就解決了很多這樣的問題 是 因為它比較小 可以放一些角落頭位 甚至中間位 你也會覺得它很漂亮 很特別 另外NSB 就是剛才大家聽到 看到那個 那個叫做 雀仔營裸掌的風扇 只有雙翼 一般上我們看到 一個三四翼 這個是雙翼 但是不要看它雙翼 它都很大風 而且是 比較靜的概念 就是你開到 到最多也好 你都不會很靜 即使這個 螺旋掌的風扇 其實也是很靜的 是 很大風 不是開玩笑 另外一個朋友 來到我家的時候 覺得很搶眼 反而是 這兩盞 鑊頭燈 鑊頭燈 好像被鑊頭燈 那種感覺 對 雖然它大 但是燈光打出來 是剛剛好溫和的 是吧 也很喜歡 而且現在這個trend 就流行緊張 飯桌 叫做兩盞 所以就排除了單獨的一盞 而這次美音的樓頂 我們就一樣用兩盞 是 當然也一樣用黑色 所以就 就是 將那個感覺 帶出來 對 給它出一點 對 Kalvin 都談了很久 在顏色取捨的方面 是的 當然 鑊頭燈 就是 上頭和下頭的顏色 其實不一樣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配合我們Urban Nature這個概念 Urban是走一些比較多視的顏色 所以我們看到有些銀色 或者叫白金色的 下座我們用了一些灰色 或者叫做銀色的 那這種顏色呢 就將你廚房的感覺 搭實了 因為Urban Nature的感覺 是很搭實的 其實都是 所以下座我們就比較深色 上座的淺色 是將整個廚房的格 輕盈一點 所以你不會按Bouty 整個東西就比較 比較偏僻一點 和輕易一點的感覺 那另外一個 我覺得 為什麼我選這兩個顏色 都是因為它耐用 對 很多人會覺得 有些東西你看前幾年 你就會覺得整了 但是 這兩個顏色 至少可以耐用的二十年 看久了 你都不會覺得耐用的 是的 這兩個顏色的確是比較耐用的 上去二樓 我一起看一下我的主人房 不過前面 其實我的朋友也有問我 你為什麼來到什麼家 看到我的樓梯 都是深灰色的 一陰座 主要是樓梯底 是的 這次這間屋 樓梯是其中主要的部分 它是住宅 連貫了三層 每一層做的空間 所以 為了可以靈道的樓梯 變成家裡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這次我們 有了這個灰色 顯示了樓梯的輪圈出來 OK 這時間就要看看 我平時在哪裡睡覺的了 好 唯一沿途這個 open nature的概念 你這間主人房 這次我們也用了很簡潔的概念 所以你會看到 沒有太多複雜的東西擺設 但依然是很溫馨和浪漫的 這裏有很多很詳細的東西 也不知道自己會說 哈哈 很多很詳細的 包括我現在抱歉這個 是這個我老公喜歡的公仔 本來其實有很多人說 為何你的房間會放一架電池 但因為我都聽過一些專家說 當如果有電腦電視這些東西 其實是阻礙你的上面 於是當然我已經篩走這些電子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整個房間裡面 就只有床 另外再加上NSB提供的燈色 就令整個感覺更加的溫暖 所以想一睡前 最多是看書 就可以睡覺了 好 現在來看我的 裝了很多衣服 現在是空的 哈哈 可以給我裝很多衣服 in cute for in water 其實我的房間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但Kavin幫我選了這個 Walk in wardrobe 在這個情況下 還可以選兩排給我 多厲害才行 其實很多時候 Walk in wardrobe 是根據自己的需求 比如 好像我女生 給我多長的衣服 所以你就要要求你的師傅 幫你設計一些 多些位置 可以掛長衣服 因為男生不會有長裙 所以可能男生 比較短一點 遷就可能可以放褲 或者是什麼位置 另外廚房是女人天地 但AV room絕對是男人天地 我記得有一個早上 我上班之前 起床 咦?我老公在哪裡? 那時是凌晨4點多 我叫他 原來他在這房間 看電影看得我睡著了 忘記回到主人房睡覺 你就知道這裡有多舒服 有多舒服 你得到椅子 你成功 好 好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